你多吃点 正头戏还是后面的 是 还有正头戏 来了 你好 你们的菜齐了 请来一下 谢谢 这个也叫菜吗 把高度白酒放在虾里面 等几分钟就可以吃了 应该差不多 好 还不错 太残忍了 没想到 你的内心还挺柔软的嘛 没关系 不敢吃不勉强你 谁告诉你我不敢吃你 你怎么能吃 这味道 不就是虾吗 把我舔天舞 我听说 苏老师那边已经开始着手 做报告了 怎么了 倒觉得奇怪 孙老师这边 怎么做都做不出理想的数据 怎么苏老师那边就做出来了呢 我也觉得奇怪 不过可惜 现阶段苏老师还只让我看一些 项目的基础报告而已 方便的时候 分享一下 好 好奇心要人命啊 算了 我懂 懂什么 一定是苏老师让你提防这孙老师族里的人吧 我 不会说谎 巧了 我不喜欢听假话 好 等一下 喂 嘉欣 怎么了 行 你上次给我翻译的资料我看过了 我现在就开始准备 我打算去你们那儿留学了 我打算去你们那儿留学了 你上次是骗我的 我的意思是 你问过阿姨和爸爸的意见了吗 我的青春我做主 他们同意最好 不同意我就私奔 我现在就开始准备 嘉欣 出国留学的事情呢 不能那么草率 你先别着急 国内的事情我安排好了 到时候你来接我就行 我去接不了你 为什么 因为我人在外地呢 外地 你在哪儿啊 在 不管你在哪儿 反正到时候我会提前通知你的 你就来接我就行 等我啊 拜拜 你小心 你真的很不会说假话 算了 需要帮忙吗 不用 本来以为你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 看来是我自作道情了 天黑了 降温 注意别着凉了 走吧 我晚上好像吃坏肚子了 不舒服 你没事吧 来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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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吧 我给你送药啊 你不是说不舒服吗 谢谢啊 你都没事吗 我没事啊 估计肯定是晚上吃的那个虾有问题 你是不是水腿不服啊 啊 你快躺会吧 我没事儿 你先回去吧 不行啊 你这么严重我 我陪你一会儿吧 你躺下 我躺下睡一会儿 来 来躺会儿 来 来 你不舒服跟我说啊 嗯 你不是说啊 吧 你不舒服 你也是老师 我没事儿 你试着你 哎呀 你这么严重 你不是说啊 你好 你吴我 你觉得你 佳琪 我的意思是 你问过阿姨和爸爸的意见了吗 我的青春我做主 她不同意最好不同意我就私奔 我去接不了你 为什么 因为 我人在外地呢 原来 昨天打电话的那个女孩是她的妹妹 既然是亲妹妹 为什么要隐瞒她已经回国的事情呢 好 醒了 你醒了 嗯 感觉怎么样了 好多了 昨天晚上你照顾了我一宿 嗯 谢谢你啊 许晓宁 不客气 没事就好 那我走了 我送你 不用了 你好好休息吧 谢谢 我帮你 谢谢大家